欢迎置换的分解 那么既然是理论的话 我们就以定理的形式给出它这个结论就得了 这个结论我简单的写 就是任意N阶置换 那个N就是那个大S的元素个数 都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循环置换的乘积 而且分解还是唯一的 这就是这个结论 任意N阶置换 均可分解 分解成若干个循环置换的乘积 而且这种分解是唯一的 好了 这就是这个结论 根据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你已经看出来了 为什么呢 那个例子虽然简单 只有五个元素 根据我那个分法 是不是那个算法就出来了 那个程序就出来了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用一个稍稍复杂的例子 你来看一下 假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有十个元素 你们现在就随便的写 谁脑子快 这叫我报数 来 写 下来多少 快点是吧 六 五 二 一 七 四 八 九 十 这就写完了吗 你看 我说 根据这个定理 马上就分解完了 来 猜就等于啥呀 一 三 五 这是一个吧 然后呢 二 六 七 四 一个了吧 然后再找谁呀 八是一个 九是一个 十是一个 是不是就这样啊 这不就是若干个循环直换的成绩 而且这种分解是唯一的 因为在刚才 相当于我们得到了一个分解的算法 在这个算法下 中间是不是没有好纠结的地方 所以这个 但是这个作为一个理论的结论 你需要去证明它 证明的方法 就是那种特别枯燥的方法 叫啥 数学归纳法 但是数学归纳法 你就注意一条 要知道在什么上进行归纳 而这种呢 把它分解成它的这个结论 我们假设 在具有k个什么的成立的时候 证明k加1也成立 要使归纳的那应该是啥呀 叫变动的次数 你看啊 111 假设是横等的置换 没有变动吧 变动的次数是一次 是两次 在那个次数上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将来从k次到k加1次 你就关注一个点 然后把前面的结论都用上 这是那种数学归纳法 我们就不展开了 但是呢 根据这个结论 马上你就可以 减到一个定理 这个结论是 特别一般化的是吧 特别一般化就意味着 任何循环之换 都可以这么整吗 都可以这么分解 那马上就得到了一个 减到了一个定理是啥呀 任意的n结之换 都可以分解成若干什么 对换的成绩 是吧 但是刚才我这个地方 分解的这些个 循环之换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的 这些个循环之换之间 没有共同数字 是吧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叫没有共同数字 什么叫没有共同数字呢 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 第二个定理 我们需要简单给它论述一下 我简单的写 任何一个n结之换 都可以分解 若干个对换 这回你们看 这个分解是不是唯一的 这个分解是不是唯一的 看着刚才咱关于那些 兑换的性质 是唯一吗 那兑换的平方 怎么呢 就等于 那就意味着你分解完了以后 我把哪一个兑换 再放进俩去 是不是还是相等啊 所以这个分解肯定不唯一 马上就看到了 我写上个但 分解不唯一 不过这里边呢 分解是不唯一 你每次往里放 是不是在俩俩的往里放 才不会发生变化啊 那就意味着 分解的这个兑换的 各数的旧有性 会不会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记住 分解的 我简单的写啊 就叫分解的旧有性不变 什么叫旧有性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分解成若干个 兑换的成积的时候 那些个成积当中的 兑换个数的旧有性不变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边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 那个结论 这条分解不需要证明 根据I解的平方 就等于I 那这个分解不为一 也不需要证明 但是分解的这个旧有性不变 我们需要证明一下 那么这个证明呢 我们也稍带着复习一下 你们刚学的一个课里边的知识 完了呢 这里边用的这个小技巧 正好也是我们这个专业 将来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变换 我们这个专业啊 实际上第一 把现实世界的事物怎么表达 合适地表达到计算机里去 第二 就是变换 当然变换得是啥呀 增加变换是吧 或者说根据你的需求 变换出来 你要要的那个东西 是吧 好 看一下啊 那么把一个N阶的置换 进行分解 分解成了若干个兑换 那我们就 小Sgm1 Sgm2 E到SgmS 这是不是就S个兑换的成绩了 当然也可以分解成 套1 套2 套T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分解啊 这有S个兑换 这有T个兑换 现在我们说S和T 它怎么呢 极有性不变 是吧 而一说到极有性 我们一想 再想象一下 这每一个是个兑换 而兑换的话呢 在什么上做兑换呢 1 2 3 E到N 是不是在这个上做兑换啊 每一次兑换意味着啥呀 是不是把两个交换一下啊 这就是一次兑换 好了 我在这加一个东西 你就想到了 你可以用什么工具来整理 你们前面刚学的那个课里边 这是啥呀 N个位置数是吧 N个位置数 N个位置数 两个一换 是不是就换一下 我换一下位置啊 当然这N个位置数 我再写啊 这是X1 X1 X2 X1的N-1次方 X2的N-1次方 Xn的N-1次方 这是个啥动向 啊 啊 翻字蒙行列式 这么一列 你这时候再回到我们这每一个 作为一个兑换 作用到这些小123一直到N上 这相当于是啥意思啊 交换啥 交换两列 交换两列 对翻字蒙行列式的那个值 产生什么变化来着 是不是这个啊 哎 它俩每每两列这么一兑换 是不是这个符号会变一下了 啊 再兑换一次 符号再变回去 是吧 再变一次 所以呢 我们就这么的 假设这个东西等于D的话 看这个变换和这些个记号怎么写 一写完了 这个题你就会证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的思路 以及有一种 机械的啊 不是要多大技巧呢 抽象思维方法 不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培养不了 而是可以培养的 一旦这个你经过一定的训练培养了以后 这就被成为一种素养了 所以呢 这个慢慢的 你刚开始不行 这都很正常 就是训练了很长时间不行 也很正常 但是我们在这四年当中 甚至于你要读博的话 八年十年当中 会反反复复的训练 你看呀 我这个小习哥们 一 就作用在这个大地上 这不就是我们兑换 或者置换的含义吗 你看 把它 就是这个大地在它下边的像 就相当于小习哥们一 把地的那些下标 对应的那下标的两列 做了一下兑换 是吧 当然了 这是简化的写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写啊 这么一写 马上就等于什么了 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把这个叫α 这个叫β 它俩 是不是都等于这个小习哥们 好了 那么我们方便来说以后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α大D 它就等于什么 多少次方 α是不是S次啊 就是S次方 这还有大D留下来吧 而这个β大D呢 多少次方 T次方 是吧 刚才咱说了 α和β是同一个置换的分解 是吧 那当然它俩应该相等 那它俩是不是就相等啊 那S和T的旧性 是不是就一样了 所以这个 就简单的这么用一下 诶 当然了 这种简化你会想呢 这谁想的呢 那当初它怎么想出来的呢 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其实你也必要说想不出来 是对于兑换这个事 有深刻的理解 是不是 你要想一下兑换 而这里边 有了兑换的这个直观理解 你又想到了是旧有性 说到了旧有性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讲 叫根据旧有性原理 你们可能学幼儿园 或者小学的时候 就接触过这个旧有性原理 但是可能没有哪一个课 管它叫旧有性原理 那么你们说一下旧有性原理 应该叫啥 那就是一个奇数 加上一个奇数 等于一个欧数 是吧 一个奇数加上一个欧数 等于一个欧数 是吧 一个奇数乘上一个欧数 等于一个欧数 是吧 那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旧有性原理 一会我们 把这个旧有性原理 再用来求一下 那么求一个数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原来过去学过的一些 特别简单的原理和概念 可以帮助我们 证明一些 不太好描述的结论 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可以想到了 从旧有那个地方 那就是 从这种变换 那么当然了 当然他肯定在对这个 范德蒙黄那是 是有了解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马上 假设A 这是所有的 机制换 构成的集合 假设这个B呢 是所有的 偶制换 构成的集合 现在呢 所有的置换之集 是这个SN 是吧 那么他就应该等于 A并B了吧 这应该也是旧有性原理的一部分 为啥呢 不是机的就是偶的 是吧 那么当然了 A交上B 是不是空的啊 这个也成立 现在我要问你的是 这所有的机制换 有多少个呢 所有的偶制换 有多少个呢 大家这么一算 觉得哎呀 这个不好算 是吧 偶制换分解 有偶数个兑换的成绩 不好求 但是如果你知道 机制换和偶制换 它这个数要一边多的话 那么这个题 是不是立刻就解出来了 等于多少 是不是一下就求出来了 那么你怎么来描述 A和B 它俩是一边多呢 或者去探讨 它俩可不可能一边多呢 就用这个旧有性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旧有性原理 我就这么来用 这些个符号都有了 现在呢 我从A当中 任意地拿出一个小习哥们 这个A是机制换 还是偶制换啊 当然是机制换了 因为A是所有的机制换之级 然后呢 我用这个小习哥们 去乘上A 有同学说了 这乘A 这有这种乘法吗 这就是个记号 为啥呢 极武性原理啊 极武性原理 你就记住 是在机制换 偶制换 就是机数偶数之间 做变换嘛 是吧 你来看一下 它就等于这个 这是不是个集合啊 当然了 这个小习哥们 乘上的这个套 套 在A里边 是不是个机制换啊 也就是有 机数个兑换的成绩 这个小习哥们 是不是从这里拿出来的 那也是机数个制换的成绩 他俩这么一成 是偶数个兑换 还是机数个兑换啊 他俩 合在一起算 也就是说 这个集合里边的制换 是机制换还是偶制换啊 这个是机的 这个是机数个 两个机数个 合一起是多少个 当然是偶数个了 所以一说是偶数个 所有S上的偶制换 是不是B啊 那他就一定怎么的 包含在大B当中 但是这个地方 从严格性上来讲 我们要有个地方提出质疑 什么质疑呢 这是引入的一个记号 是吧 而这个记号呢 是在大A这个集合里边 把每一个机制换 又乘上了一个机制换 你肯定会想了 乘完了以后 会不会乘少了呢 就是某一个套 和套一片 他俩不相等 但是我乘完了以后呢 他俩有没有可能相等 如果相等了 那我们去讨论这个个数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不好讨论了 那你看这能吗 这就用到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些个兑换的性质 什么性质呢 如果他俩相等 那么乘上一个 这个是不是还相等啊 是不还相等啊 而由于这个 置换的乘法 满足结合率 那么好了 他俩是不是等于单位元啊 那么这就说明 他俩相等了 我们本来讨论的是 两个不相等的 所以这么做这个记号 不会扰乱 大A当中的 那些机制换的数量 那也就意味着啥呀 大A当中的 这些个机制换的数量 就应该正好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他 而他是不是小于等于B啊 由于A和B都是有穷集合 有穷集合的字集 满足这个性质 他是不是前面描述过啊 学有穷集合技术的时候 那么当然了 反过来呢 我还用这个小习哥们 是A里边的 我让他去乘以B呢 出来的是机制换 还是偶制换啊 一个机数加上一个偶数 还是机数啊 所以他就一定包含在什么 大A当中 那么好了 A小于等于B 同样的B小于等于A A和B就相等了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将来啊 你们学抽象代数的时候 像这样式的一些 变化符号的一些使用 你们可能在那个课里边 还会得到更抽象的训练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简单的来描述一下这个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